30公斤左右加一個炮彈 可以說大小是鋼刀50-60 每個炮的底座是夾在這邊的 炮彈裡頭每一個有夾4塊彈片 彈片的重點就是夾文宣單的 每一個裡頭有夾對夾4片 底座裡頭的彈片還有文宣 是在半空中就會散落下來 整個彈樓的幾年也有開發也有建設 我們才入去挖道 我們早期只能剪到這個彈片 這樣一塊彈片 我們切的黑豬的刀可以做兩把 但現在彈片比較少 我們就需要切整個炮彈 我們要整顆彈頭把它切開 切這樣一塊500公克左右的重量 我們做一把家提供的鋼刀 讓各位師傅做給我們看 讓這炮彈天荒政府的管制 尤其自己連接沒有開發也有建設 我們都需要挖道 那一般能挖到這個彈頭 他送到民間收購中心 我們在集體跟他收購回來 這是不換事的 這個彈頭在金門有將近150萬顆 這個炮彈 那他位所最主要是甲文獻丹 所以他這個就不會暴漲 那麼就是切一塊 我們筆一定把它做出來 那我們再把它的儲備延展出來 那麼做好的儲備 如果你沒有處理就這樣黑黑的 我們早期的鋼刀就這個樣子 因為以前都是完全手工 沒有機器 我們就沒辦法做處理 那麼現在有機器 我們可以跟他做拋光 我們拋光之後把它進過脆油 好 那麼現在是做刀餅 好 我們現在有機器要比較方便做 他這個餅可以做比較擾固 那早期的手工的東西 就只能做焊接的 可是焊接的餅都比較容易斷掉 好 就是切起來 放筆一定把它做出來 然後等一下就是慢慢把它的儲備延展出來 好 那早期的鋼刀沒有處理就這樣黑黑的 像我們這鋼刀沒有處理就這樣黑黑的 以前的鋼刀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以前都是完全手工 沒有機器就沒辦法做處理 那麼現在有機器 我們可以跟它做拋光 拋光之後我們要經過脆油 噴砂加熱處理做反秀 那早期第一代的這個木頭餅 他現在可以反應 一把鋼刀可以用二三十年 可是這個餅要換好幾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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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獰焗 peace он 骨蝶星 一般種植物 我們抓完了之後 擦著經濟護理 能交給 going 千萬刀刀有名叫好婆耐接耐剁 當然還是要正常使用 很多的關鍵是拋彈裡面剁 我對不起,這一把他改良過 這是切絲,切絲不能剁 如果想要剁又可以切 我們一定要剁刀 所以剁刀價五五刀 五刀是切五刀是剁 所以還是要正常使用 這邊是簡單的展示工廠 讓各位稍微做個了解 所以你們拋光瓶的處理都需要送到總廠做處理 好,我們看成品可以往前展示場 幫剛剛都可以的,就行李拖運 現場採過給主持優惠 好,我們看成品往前展示去 再次再次點кра 我可以另一邊 要不要放棄酒 也要不要放棄酒 金色